海基会董事长田侯茂邀请媒体参序 还特别卖官子暗示有话要说 田侯茂在支持中承认 自政党轮替以来两岸关系逐渐呈现反向的发展 台湾高层所提出的各种磨合建议 并未被中国大陆所接受形成难解的僵局 随后他递出橄榄枝 邀请曾三度来台的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访问金门 海协会陈德明会长 曾经三度来访台湾 但还没有寄过金门 如果熟机核宿 我很期待和他见面 或许可以考虑会面的地点 从今晚开始 希望大陆方面顺重考虑这项提议 但是大陆海协会给了冷回应 海协会以负责人士名义表示 九二共识是检验所谓善意的试经时 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 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得以重启 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基础问题 讲再多话对化解僵局都没有意义 九二共识已经被这个蔡英文的团队所抛弃了 那蔡英文这边改变了这个九二共识 就是改变了现状 那如果说两会要维持以前的现状 那就必须要先恢复原来九二共识的现状 赖月前推测从田红帽必须透过媒体公开喊话邀约 他高度怀疑两岸之间恐怕连第二轨道都断了 赖月前指出当年就算是李登辉陈水扁时代还能靠密使穿梭 蔡英文政府恐怕是两岸关系最糟的时候 我们怀疑我们怀疑 但是我们有充足的资料来证明 就是说是不是连二轨都没有 二轨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的 或者是我们政府的重要的智库 跟大陆的重要的智库 也就是都是涉台部门的 或者是台湾是涉大陆部门的 这些重要的智库的对话是不是也都中断了 陆委会则表示 海基会向大陆海协会的邀访是一种善意的表示 突破两岸关系僵局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中国大陆应该采取具体行动 克服困难才不会错失良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